新闻市汐止区今天上午七点半上班尖峰时刻 有一处三层楼的铁皮建筑物传出了火警 现场是虾饼工厂存放大量的面粉以及食用油 也导致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所幸当时员工都还没有上班 没有人受困伤亡 不由于事发地点正好临近汐止往台北市的主要道路 也让当地的交通大打劫 熊熊烈火烧穿铁皮不断从侧边传出 碰好大一声建筑内部传出阵阵巨响 火焰也持续向上窜身 就连一旁的篮球场也被波及 火警发案在新北市汐止区二三号清晨七点半左右 三层楼高的铁皮食品加工厂不明原因起火燃烧 爆炸声啦 味道会很臭吗 对对对 那是熊鸣的那一片照片 这家是在做一个卖印尼虾饼的 在吃我的时候 在当下是 目前人员还没有上班 工厂内厨房搭量面粉和食用油 火食一发不可收拾 建筑物还有顶家围建增加救援难度 所幸经销道场 全人建筑内部没有人员受困 火食也没有继续延烧 所以我们步了五条水线 进行防护跟面火 那目前已经火势控制了 进行敞口处理 今天正值上班尖峰时段 地点也临近 细致往台北市的主要道路 导致交通一度拥塞 警销也提醒附近民众暂时紧闭 居家门窗 外出也要佩戴口罩 以免吸入火烟 影响健康 记得从来欢迎招贤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口罩